好 各位弟兄姊妹 我們現在就已經來到了這個枯牆 或是西牆 Wailing War 叫枯牆 那他們現在已經 猶太人不把它稱作枯牆 為什麼 因為他們收復了這個地方 所以呢 他們就要把它叫做西牆 Western War 西牆 那麼 那這裡就是聖劍山 好 那麼我們要進去的入口這裡呢 這邊有一個解說在這裡 我跟大家講一下 這裡面大家注意 這個Fondation Stone 就是地基 地基的意思 你要蓋房子呢 你要先蓋一個地基好不好 好 那在這個 猶太人的傳統裡面呢 他們相信 相信說呢 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地方叫Temple Mount 就聖劍山呢 這裡呢 就是那個 上帝創造宇宙的 或是創造地球的一個核心 一個地基點 這個地方算是 以地球來講 它是地球的地基 一切是蓋在這個 以這個來做基礎來建造的 好 然後呢 同時在這裡他們相信呢 亞當 came into being 就是 上帝呢在這裡吹那一口氣 到亞當鼻孔裡面 亞當就活過來 成了有靈的活人 也是在這個地方 然後呢 在這裡呢 亞伯拉罕 以撒跟雅各呢 都 都侍奉了神 然後呢 第一個跟第二個聖殿呢 也是都是蓋在這個聖殿山 就在這裡 同時呢 大家請注意很重要 Arc of the Cometor 約貴呢 當初呢 在所羅門的聖殿的時候呢 也是一樣 就直接放在這個 Foundation stone 剛剛講這個基石 或地基石的上面 這個非常重要 都是很重要的屬靈的象徵意義 然後呢 耶路撒人呢 是被神所拣選的 作為祂榮耀的居所 神的耶和華風光榮耀居所的地方 大衛呢 很想要建聖殿 但是呢 後來是所羅門王 他的兒子 建造了這個所羅門聖殿 那麼大概三千年以前 後來被巴比倫王尼布賈尼撒 給他 把他給摧毀掉 第二個聖殿呢 就是在這一個基礎上面呢 在這個 被摧毀的聖殿的那個之上 那個廢墟上面在重蓋的 好不好 大家了解這個 然後 這是七十年以後 為什麼七十年 因為以色列 上帝有派那個 耶利米 先知耶利米 剛剛說 被魯七十年後要歸回 大家記得嗎 所以七十年以後 那就是 他們又重新蓋聖殿 那個是 就是所謂的那個 以色拉記 大家記得嗎 以色拉記所記載的那個背景 就在那裡 然後呢 一千九百年前 大概祖後七十年呢 你看看這個字 好像那個 羅馬 羅馬的那個兵團 羅馬的兵團 羅馬的兵團 好像 剃瓜胡刀一樣 就全部呢 怎麼樣 把他給剷除掉了 一千九百年前 這個大概就是公元 祖後七十年那個事情 羅馬的太子將軍 提多 他所做的 然後呢 現在呢 等一下我們去看的那個西牆呢 Western Wall 就是那個當初的這個聖殿山的西 外圍的那個西邊的牆 所遺留下來 所遺留下來 remnant就遺留下來的 那麼猶太人呢 就在 這麼數百年來呢 就持續地在 就在這個 鋪牆啊 下面這個 陰影下面的 持續地祷告 持續祷告 在這邊呢 是怎麼樣 他們在這裡呢 來 表達他們的信心 表達他們的信心 關於這個聖劍還要 必須被重建起來的信心 這樣子 然後呢 這些猶太人呢 這些智慧之士 或者是拉比們 他們就講過說 這個 神的那個神聖的這個同在啊 神的同在呢 從來沒有離開過西牆 那我跟大家介紹 這個西牆呢 他所處的位置呢 剛好就是在那個 所羅門的 不是 就是那個第二個聖殿 那個聖殿裡面的那個 至聖所 最靠近至聖所的那片牆 所以他們說 因為那個原來聖殿的牆 已經不是在 但是聖殿外圍那個牆 也有存在 好 然後這個 西牆是最靠近那個 百月櫃的地方 最靠近至聖所的那片 所以是非常神聖的 然後呢 這一個 所以呢這個 Temple Mount呢 這個聖殿山呢 這樣子長久的 多年來持續的 成為這個 猶太人呢 他們的 祷告的 焦點 的中心點 從全世界呢 他們都是 一直 猶太人都一直在祷告 好 那這裡我們看一下 以薩爾書56章第七節 我的墊 大家看到這個house有沒有 這個house 翻譯成house 以為是房子嘛 或是 你們的家 其實這個是 呃 跟那個墊是同一個字 所以說 我的墊呢 可以要稱為什麼樣 稱為萬國萬民 祷告的墊 好 那這個呢 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以我們 末世先鋒 呃 研讀末世 預言的 這個這樣子的一個 視野來看 這樣來探討它的話 呃 當這個聖殿 再一次被 重建起來就是第三個聖殿 齁 那個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就是敵基督 會坐在 這個第三個聖殿的 至聖所裡面 然後呢 怎麼樣 把偶像 把他的偶像 照他的形象 建立那個偶像起來 然後呢 要全世界的人都來拜他 齁 然後呢 他在那裏 自稱他為神 他自稱他自己是神 齁這樣子 然後從那個以後 他就 開始 積極的 破壞 猶太 積極的破壞 猶太 那個是在 啟示錄裡面講的 七年大災難的 中間點 三年半的時候 齁 所以請大家 有這樣子的概念 以後你看到 時局變換 看到這個 欸 好像這個 呃 聖殿呢 又開始 呃 不管怎麼樣呢 雖然現在是回教的 第三大聖地 青森就蓋在這個 這一個 foundation stone的上面 OK 但是呢 時局推移 也許十年以後 多少幾年以後 我相信不會很久很久啦 齁 我相信可能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之內 我們就要看到 四局的變換 以至於 這個 甚至是敵基督他有那個能力 他來 呃 說服雙方 然後呢 伊斯蘭教 伊太教 種種他把 讓 還有這個 其他阿波國家的這些勢力呢 都 同意 把這個 讓以色列人 把這個聖殿呢 在原來的這個 foundation stone的上面 再重新蓋起來 這個第三個聖殿 齁 那 當大家如果有看到 像這樣子的 呃 可能性在你的面前 越來越 清晰的話 我要告訴大家 那個 主再來的日子 真的近 你 我們屬靈的耳朵呢 應該都要聽到 那個 主的那個腳步聲 越來越近 越來越近 快要走到門口 哈利路亞 感謝讚美主 末世先鋒 祝福大家有智慧啟事的靈 繼續 啊 來更深的明白 神的話